8月7號 被關押6年的大陸維權人士郭飛雄刑滿出獄 接受媒體採訪時 他呼籲習近平進行政治改革 7號上午起點 郭飛雄從廣東英德監獄刑滿出獄 一個多小時後 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表示 向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三位中國領導人 發出鄭重的呼籲 請三位領導人在未來三年內 為中國有序的政治改革做三件實事 第一件事就是推動全國人大批准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二件事是基本放開新聞自由 第三件事是在全中國選100個縣 進行縣長直選試驗 他還呼籲正現於貿易戰之中的美中兩國進行深度合作 湖北維權人士孫先生表示 他跟郭飛雄通過電話 他依然堅持為促進社會改革而努力 他休息一下 不想見任何人 還有外媒記者採訪他 他不希望被打擾 他不接受採訪 他的身體腸胃受到嚴重的疹傷吧 需要修復 他今年狀態挺好的 非常有清晰 2013年 郭飛雄因參與抗議當局對南方週末的新聞審查 以及組織接頭舉牌 敦促全國人大簽署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活動 8月被中共警方刑拘 2015年11月被以拒重擾亂公共場所秩序 和尋釁滋事兩項罪名判處6年徒刑 廣西維權人士李先生表示 郭飛雄被構陷入罪 獲得國內外很多人關注和聲援 反正他們犯罪共產黨就是對他有威脅 他就抓你 這些主張都是很平和的 中國法律允許的嘛 比如說有行自衛啊 言論自由啊 解黨決策自由啊 這些他憲法裡面都有啊 但是他講一套做一套 每個人都是敢一出來說話 不害怕被關 那這個國家才會有改變 1966年出生的郭飛雄 本名楊茂東 為著名的人權活動家 曾參與多起維權活動 提供法律援助 因此自2005年起已四次被當局關押 兩次被判刑共11年 他的妻子和一雙兒女 於2009年獲得美國政治庇護 新唐人記者雄斌 陳潔 採訪報導